啊 谢谢 师父等一下 走吧 师傅 这死也有病吗 我去 还真有病啊 你是不是疯了 你身体还没好 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你别过来 干吗呀 别过来 干吗呀 我说了别过来 你不是要走了吗 你怕什么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一声交代都没有 你觉得我会让你走吗 我不都把医药费 赔给你了吗 你还想怎么 我说的不是这次 是以前 以前 怎么了 你纠缠我 骗我 让我误会 愧疚 我明知道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接近你 但我还是一次次 上你的道 我甚至对你动心 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你动心 就会进入呀 我要你对我负责 负什么责 我告诉你啊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反正我是不会 把剩下钱给你的 那你就把你自己赔给我 你别过来 干吗呀 是碰瓷 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 你知道我担心你会走 我担心我的家人会为难你 我连昨天昏迷的时候 我都梦见你在 你大喊地说你喜欢我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你看着我 你跟我说你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你说 我不喜欢你 我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我故意靠近你 故意勾引你 就是为了从你身上拿走我的东西 可是现在 我连的东西都被你毁了 我讨厌你 我不想看见你 行了吧 那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 就算我知道你是为了利用我 我还是喜欢你小琪 你 你胡说什么呢 你不是一直讨厌我吗 爱索当然你的轮廓 欣负着心跳的闪烁 茫茫星空像回眸着 爱索当然够了我的色 你让我活得更像我 记忆上满庄的烟火 爱索当然你的轮廓 你干嘛呀 心跳的闪烁 茫茫星空像回眸着 怎么了 我是不是伤到你了 对不起 伤哪儿了 没事吧 怎么了 我不是故意的 谭助理 这里医院挺远的 你赶紧打电话联系医生 让他们去方冷家等他 好 没事吧 伤到哪儿了 你跟我说 没事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 方冷他从医院跑出来 都是因为你 你也看到了 你直接闹 他的伤更加严重了 你就不觉得你应该陪我把他给送回去吗 我知道 你先帮忙扶一下 好嘞 师傅我不走了 你帮我把行李拿下来呗 谢谢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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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啊 什么 方楼出院了 对 方总似乎有急事 今天一早就走了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怎么样 小心啊 怎么样 还是很严重吗 还是有点痛 应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还是回医院吧 好吧 不要了 回医院也没人照顾我 公司还有那么多文件等着签 我得赶紧回去 说什么呢 那怎么行 你的生疏我弄了 我错 没事 那要不然 要不然我留下来照顾你吧 好不好 我有点口渴了 我喝点水可以吗 好 我给你倒去 你怎么在这儿 我 你怎么在这儿 我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方冷呢 她在哪儿 她 柴小七 你这次到底又想干嘛 你干嘛呀 我又不欠你的 干嘛又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nego 调小姐 有事吗 慢慢谈吧 我走了 干嘛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青 我和江小姐有事要谈 待她这里别离开